欢迎收看斗内幕 哈喽大家好 我的众威 最近台湾的疫情 真的是越来越严峻了 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破口 特别是在万华茶室这个点 现在也传播出去 成为了这个病毒的温床 那昨天在防疫中心的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到阿中部长说 这个茶室的工作形态 到底是怎么样呢 那阿中部长是说 他自己没去过 所以他也不知道啦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 茶室方面的专家 我们台湾阿童 阿童哥来到现场 欢迎阿童哥 主持人好 金色力量量力射精 大家好 我真的不相信 我们阿童部长 你不要去过地点 你如果真的不要去过地点 你有办法练就这样的唱腔 那我只能说 你是被部长耽误的歌手 对阿童部长 这边阿童哥觉得 他是老司机 我觉得以他这样的唱腔 应该地点应该要去过 之前做医生做部长 他的朋友 如果真的不可以 就去地点唱歌 我没相信 因为阿中部长他人缘那么好 我真的不相信 我觉得很多的政治人物是去过 然后故意说不知道 对没关系 我们还是善良的选择 相信他说的他没有去过 那我相信现在在看的人 应该大部分的人也都没有去过茶室 所以我们想要请阿童哥帮我们还原一下 所以茶室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里面到底都在玩些什么 其实茶室的话 我们先从这一次有传出染疫的这两间开始讲 所以两间你都有去过 其实两间我是 有一间叫做宏达 宏达改装前我去过 改装后我是没有去过 其实这一次你包括说在 这有的媒体报道的说Google的图 那个Google图是2012年 那个宏达的前身叫做 咖喳来 然后他那个用的图是 咖喳来隔壁那一间 所以那个图也是用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交给专业的 真的专业的 我也公布了一些影片 不过我说这一部影片并不代表 这两间的茶店 那这两间的茶店 我可以简单的讲 一家叫蜂香 蜂香那一间是属于 我现在把它归类 我现在分成三个类别来讲 简单讲 蜂香是属于 它是一个整个平面一楼开拓式的 里面就放一些茶桌 那里面呢 就是会有女陪室 女的服务人员 她每一桌去倒茶等等 当然有一些 她这个小的铁的 这个茶壶里面 有的可能是装酒 那当然像那种蜂蜂 对很多万华人来讲 可能他们是早上去蜂蜂 来泡一下茶 去睡一觉 好像他们生活的日常 那可能泡完茶之后 他们会去蒙甲公园里面 去那边 就是去算这个名牌 算这个名牌 真的 大家不要以为说 蒙甲公园里面的都是游民 错 蒙甲公园里面有很多是附近的住户 在地的老中国 在地 他们是爱去那边说去交朋友 去开港 来搶牌子 来玩牌子 这就是日常生活 所以 第一种 我说这种开放式的 第一种就是这样 在那边呢 他们当然有他们熟识的朋友 包括那边的服务生 可能年纪比较大 但是他们是在盘感情的 大家互相 都很熟悉 他每天没去 他就没习惯 那是他生活的日常 那这个为什么危险 危险在 这一定有比较接近的接触 因为他们是好朋友 一定会聊天 然后 这些就算是开放式的 这地园里面 一定会有麦克风 会有半唱的设备 而且半唱的设备是什么 投币式的 而这投币的钱 有可能就变成一个传染的媒介 而这个麦克风 跟钱贵不一样 我唱完你唱你唱 我唱这样 递来递去的 他不可能会带号的 而且有 有去过麦克风的地图 一定都知道 那麦克风 大家唱得很紧张的时候 你拿起来 有时候会 闻到嘴乱 口水的味道 真的 这叫做在地感觉 你知道吗 这叫做第一种 那第二种我要来讲的就是 我刚才讲了说 这个宏达 之前叫做以前来 这间呢 这后来还有经过装潢 大家去看 我为什么说这第二种里面 它是有隔间的 大家可以看到20 2012年的这个Google图上面 它的这个铁皮上面是没有一些冷气的主机 为什么 那现在为什么冷气的主机那么多 就是里面它隔间变多了 那这是里面是属于有隔间的 那隔间之外呢 现在其实整个生态有改变 现在在万华 这个地点里面 什么最多 外籍兵团最多 其实包括大陆的也好 越南的也好 可能他们姐妹们互相会有一个组织 相交这样一起来 有的他们是说做回在哪一间 还是说隔壁间 人不久的时候 会去支援 所以是穿来穿去跑来跑去的 那这当然这每一间的包厢里面 就是一样有一台投币式的 点唱的 KTV的点唱机 而且那是很传统的 它不像说 大家说钱柜什么中央系统啊 触控式荧幕 触控式荧幕 不对 就是有一本 那个歌本 你要唱哪一条 要再演 那里面有比较熟的 那个女陪士 比如说我们主持人 今天喜欢唱哪一首歌 他都有一本小笔记本 拿出来 董你爱唱哪一条 我知道 这条河北就是38213 他就直接放你点 所以大家会问说 诗子会会长 或是什么 大家认为说 他们应该经济状况不错 他们为什么会去跌点 大家知道 他在那里可能有他很熟的朋友 可能他感情比较好的 这个红粉知己等等 这些人他要上什么歌 他都知道啊 就在他的小笔记本里面 很亲切啦 对 然后这个包厢里面 他们是 人家在那里面是做工台 不是师台 工台是什么 他可能坐一十分钟 坐多久 会走来走去 会转台就对了 对 会转台 而且他会介绍他的姐妹 跟说阿东啊 我这个姐妹不错 也刚才会 越南带口音是不是 对 也有大陆的 所以 什么是阿公店 其实第二个跟阿公店 那都是一种统称 我刚才说的 有本三种 第二种我现在说到包厢市 他就会串来串去 我现在再讲一个 就影片中 这个属于第三种 第三种这叫做什么呢 这统称叫做外南店 越南店 外南店最敢算的 现在在万华 大家都知道有一家 有一家它 是一个身高的数字 搞不好我们这边摄影大哥 什么也都去过 我不知道 他疯狂点头 没有人敢承认 这不要不承认 不是现在承认 有可能要被溢掉的 很危险 我都在说 这个 其实我们包括媒体界的一些好朋友 也都知道 这种越南店进去 就是玩得很疯狂 那个玩法就是 类似酒店里面的 制服店的玩法 主持人也是内行 没有啊 略懂略懂事 这个里面的生态 如果酒汗耳热之际 包括不要说在里面脱衣服 甚至在里面发生关系等等的 这个都是存在的 然后有一些特别的红牌 那它是可能 跟这个制服店一样 是到每一间 它去秀舞的 它就固定秀舞 而且会每个包厢这样来转换 所以我就说 有固定秀舞的 那然后 有姐妹之间 相交的 互相支援的 然后 在这个 地团地团的文化里面是 它不可能去一间而已 就一定是这间去完去下一间 对 可能会刷拌 这我们在英国读书叫做 叫做Pubcrow Pubcrow就是说 你不可能只去一间Pub 它就是一间刷一间 要刷拌 所以 他们在里面如果有比较熟的女陪士 可能会带她到她姐妹那边 那完了 大家再去吃个粥嘛 像这旁边有一些青粥小菜 所以 我觉得这个严重的是 今天这确诊的这两间 它中间是隔着这个广州街 夜市广州街 三百公尺的距离 两边 虽然说 大家说不到三百公尺 但是对万华在地人来看 这个是相当严重一件事 因为广州街两边 基本上的这些地团 习惯去这一边 不会去另外一边 那为什么这一次在这两边呢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中间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串联的 传染源 其实我们还不知道 而且这两个五六十岁的 当然另外一间 那我说比较开放式的 这可能就是泡茶 那这里面 有没有人是从事那种 其实有的年纪比较大的 他不是他在陪 他是在负责拉客的 可能看到就说 欸少年啊 不错哦 少年啊你来 我们这里有幼的有幼的 有少年的 有少年 我带你来坐 熟熟啊 这样 也有的是负责 再拉客人进来的 所以 那再加上外籍 我们这一次的外籍被发现是 中国嘛大陆的 他是为了要回去探病 他才去仁爱检查 他觉得好像身体有点不舒服才发现 那其他那些越南的呢 其他那些大陆的怎么办 而且这些外籍兵团 在那边活动 他们有一个习惯 是什么 这辉帕把球 一起打麻将 哦 他们甚至打麻将 打到 有的 可能因为打麻将啊 这个输赢的问题 或是这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什么 或是打麻将在互相串联 而且每个人 其实有一些这个外籍 他们比较厉害的 他们不止黑的有男朋友 嗯 白的也有男朋友 嗯 有的真是霸道到 连地方势力 他都不听的 所以 他们的人际网络 是相当的复杂 而且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也看到 这两个点 跨越了这个广州街夜市 那这整个串联的 其实包括他们平常会 经过华西街夜市 那旁边这吴州街 他们会去那边吃东西 那在过去有西昌街 嗯 那这边有游民 有当地的一些居民 嗯 等等 那再加上 龙山市的捷运站 其实龙山市的捷运站 那周边 大家可以闻到一个 很特别很奇怪的味道就是 现在很多人都 在那边随地的便 便便便利等等 所以这里的环境卫生等等 人员的互动 我觉得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呃 我想要再问一下 像茶市这种地方 嗯 他是有做性交易的吗 还是说他也有做纯的 但就看每一个人消费的金额 对 或者是你们自己跟小姐 跟服务生产 第一种是看交情 你可能是在泡茶 大家比较做会 比较有那种感情 有的说久了就是说 这变成你的家庭 家庭的他们在一起 可能有时候出去开个房间啊 这关系类似的女朋友等等 他们有那么深的交情 嗯 那这可怕的就是 但是有的在那边工作的女人 她不止有一个对象 对 我刚才就说她有黑的有白的 嗯 她男朋友不知道多少 地方势力这样各种 那在我刚才说的这种第三种 在里面会发生这种状况 会有这种行为的 这个也有 玩得很很赶就是了 所以 其实这个整个不可能说在 局限在一个空间里面 这完全是一个流动式的 所以 这会变成一个防疫上面相当困难的 那今天为什么 陈时中会说 这师子会的会长 跟这个万华的茶室也有连结 没错 我要说没连结才奇怪 包括师子会这个结束以后 他们有可能去哪个地方 可是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师子会通常是让人觉得 可能比较有钱的一些团体 一些人士 那一般人对于阿公店 或者是茶室 会觉得好像比较local一点点 但师子会长怎么会去这种地方 感觉他不是应该要上酒店啊 其实这个是很很温馨的 如果说那个地方 可能有的人会做不习惯 像有的人可能看到沙发被烟给烫破了 或是那个环境不是那么好 进去有霉味等等 他就不习惯了 但是连在那边的阿公店 他里面的整个装潢 其实有的有 有在改装过的 虽然像酒店这样的比较少 但是有的人就是喜欢那种感觉 那有的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 他喜欢是跟这些女陪士 有一种拔暖的感情 甚至一种消费感觉 他们是在拔这拔什么 是拔一百块一百块的消费 可能一杯酒 会比较多一百块两百块 他们感觉这样换一匹 一百块这样给他们消费 我感觉他感觉很好 所以有的人享受的是那种 人情味的感觉 而且 而且 你包括说 有的喜欢去 茶桌 喜欢去阿公店 他接着就不会去酒店 他们有很多也都是 跨不同的类别的玩法 这种刷拌 就是刷拌以后 还有去吃火锅的 去吃一些热炒的 去吃青州小菜的 所以 这个就是多样的 整个环绕在一起 那其实说在万华这边 这是长久以来的生态 就是这样 那这个对整个地方的经济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 这个东西 既然是他有一个历史的 成因历史的因素 我们不应该就是像现在的做法 只是在西原路 这个入口那边设一个牌坊 叫做什么万华茶市街 然后招牌换一换 不是这样做的 我为什么主张说信专区应该 合法化 其实很多他在既有的一个状况下 你可以就地规划 其实包括每一间 你这个Dedema里面的玩法是怎么样 都可以像有一个服务 有一个告示 有一个明细出来 那里面的人员 要做实名制的登记 那进去之后 这些顾客 你如果有相关的监视系统等等 那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记录 当然这个不是说要透露每个人的个资 但是在疫情追查的时候 这可以整个透过系统来做掌握 但是现在变成说在地方上这个潜规则 大家回去面对 那所有的警察是怎么做 所有警察就是出事了 我去查一查 那有的有关系的 我先去查的时候 我再给你打个电话 我等一下几点的时候 要带人过去 要自己走 都走到困境 都找不到 这互相都有一个默契在 那你包括说 地方上的疫情民房警察 有没有去地点 去那坐一下 去那帮忙一下 跟人家的朋友 这都很多 所以像现在这种查试 到底是归谁管 是归市政府吗 还是归警察呢 还是到底谁要负责处理这一块 其实这个在所有营业的样态里面 他有的登记者餐厅 登记者饮食店 容许有陪侍饮酒的 在 这可能商业处要注意 但警察要顾及的是 里面的一个次序 包括有一些外籍的女子 在那边发生冲突什么 其实 连万华也有一些辈分 也算很高的老大 在那边被外籍女子打过 真的假的 对啊 他们嚣张到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成群结派了 所以这个次序在哪里 在以往 也许有地方次序可以维持 但是现在很多的那个外籍女子兵团 他们已经视地方次序为无误了 因为 人家就在说 说她的客兄有黑的有白的 你要怎么 所以这已经被这些人搞得很乱了 所以 为什么主张说性专区 然后要台湾优先 弱势优先 而这些外籍的女子 要能够纳管 因为很多她是结婚进来 然后逃脱她老公的身边 然后在这边 在这边流窜 或是他们成群结党 所以这个状况变得很复杂 所以 我们台湾的五六十岁的女子 可能可以查得到 那一位是要去大陆的 她去仁爱去检查 但是有多少的外籍女子 她是没有在 在这个范围 没有登记 你根本不知道她在这里工作 也有可能 所以这 我觉得是应该要去面对的问题 否则永远 我们这个防疫没有办法做到确实 所以像现在万华的茶室 已经变成了防疫的破口了 那你怎么看信专区合法化 你会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政府更应该要重视这件事情 对 当然 在这一次全球的疫情里面 包括有一些的地方 包括德国 德国他们有合法的信专区 在美国内华达州 他们也有合法的信专区 那在这个疫情延烧的时候 当然这些性工作者 他们整个的工作 会变成没有办法去进行 那他们也有出来抗争抗议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在一个有规范的状况下 我们至少知道 谁在从事这些工作 我们源头要去哪里找 但是现在整个台湾的状况 是混乱的 完全在地下 对 那我觉得与其要这样 掩耳盗铃下去 我们还不如严正的来 堂堂正正的把它搬上台面 然后受到检视 面对这个事实 这个现实 那这边也有一个 我刚才讲的是二瓜多 对 其实在二瓜多里面 他们的这个合法的 这个信专区 就是 这边有一个倒刮除的防疫的 新规定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在这个COVID-19 发生之后 他们整个的生意 甚至于被严格被禁止 所以他们相关的这个协会 有跟政府搭成一个共识 所以这可以怎么来做 虽然 大家说觉得这个会很麻烦 但是 这也的确是个方法 包括进房间前 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准备 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 顾客必须要佩戴口罩 性工作者必须要戴透明口罩 定期的喷洒酒精消毒 选购期间 性工作者必须全身穿着深化隔离服 并且与顾客保持 两公尺以上的社交距离 下订单 必须举牌或者是书面 纸本的方式进行 禁止任何的 禁止肢体接触 可是这样子去那里干嘛 但是 这个有趣的就在这里 这里 这整个是以前的一个状况 疫情之前 对 防疫之后 下订单的状况 真的是这样 这太诡异了 但是他们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有生意做 所以他们想出办法 总比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好吧 那进入房间 首先 就是该接触的部位 该喷酒精的 该消毒就消毒 该有一定的距离的 就保持距离 包括连姿势都有 所以还有特别的要求 特别的姿势 我们可以 从这边来看 进入房间以后 顾客 必须使用自己 酒精对自己暴露身体的部位消毒 进行交易时 双方要避免过于接近脸部的体位 然后再来 所有的衣服 必须要放置于隔离的区域 交易结束后 穿衣必须如上述要求再次清洁身体 我们在煮谁 这煮谁就很醋 好 这个你看 是不是就避免 整个避免掉 这个整个脸跟脸的接触 这包括印度有圣书里面 有很多这个就是性交的知识 这里面只挑出四种 所以有百百种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出很多变化 为什么不做 然后这个是所谓的Doggy 从后面的这个 这个知识 我们那个不用太detail 就稍微带到 因为我现在在读性学博士 可以 所以对这个真的是很专门 我颇有研究 不止有knowledge 有知识 还有实战经验 有experience 还有主持 有知识还有知识 好 那我们想问一下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 比较特殊的场域 你觉得他们到底应该 要怎么样防疫比较好 那在防疫期间 就是可能男人 还是会有生理需求 那想要去 该怎么办 或者是如果接下来疫情 真的升级了 不能去了 那你觉得男人要怎么办 我觉得像二瓜多 这个就是个很好的方式 大家可能觉得说 我在挑选对象的时候 在选购的时候 还要穿什么防护衣等等 觉得很麻烦 但是真的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就会去嘛 那这是什么 就是说相关的单位 包括政府要面对 要想出办法来 不然我们那么多的公务人员 在做什么呢 那现在社会秩序维护法 第91之一条 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要成立合法性专区 都没有任何的县市政府敢面对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面对问题嘛 柯文哲讲的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嘛 接着就是要来解决 解决这些问题嘛 那这种性需求 包括性工作 是人类最古老的一个工作 是不可能消除在这个人 人类的世界上 人世间的 那再来一点 如果有性需求的 无论是男生或女生 那他可以这个固定的性伴侣是一个方式 那选择这个性玩具 这个sex toys 情趣用品等等 包括现在的一些AI的 或是虚拟实境的 这个都可以 你如果喜欢这个东西 那但是如果要真人的 希望去消费的就是要安全 刚才二瓜多这个例子 就是给我们的一个 我们如何做到安全的 算是一个范例啦 大家可以参考的 这其中的方法之一 那性之所以美妙 就在于它千变万化 也许在有COVID-19的这个环境之下 我们变换出其他的这个性交的知识 研发出新的玩法 对新的玩法 或者是有什么的酒精 你喷在敏感部位 会比较不痛 或者是感觉会特别好 我觉得这可以激发出我们很多的想法 而不是这样掩耳道理 还可以创造新的商机 对还创造新的商机 你看我今天这个口罩 这是台中的那个水云端汽车旅馆 我希望说今天我带了这个口罩来 看到这个节目如果 求置入求抖内 不置入不抖内一下的话 其实今天带这个完全是意外 没有我们现在也是要保持一个 好的防疫措施啊 所以我们今天上节目是戴口罩的 对啊 因为刚好带到这个汽车旅馆 顺便置入抖内一下 不要忘了 好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我们阿童哥 嗯 就是因为这一次啊 万华这个茶室变成了一个防疫的破口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开始怪罪 或是指责这些特种行业 对 说他变成了一个防疫的破口 然后导致我们疫情扩散 嗯 这样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他们是被污名化 或是他们其实有点委屈的 对 其实性工作者不应该被stigmatize 不应该被污名化 而且性工作 原本就是展现一个身体的自主性 那这也是这些性工作者展现他们的身体能动性 来颠覆整个社会的性的阶层 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 我们应该把它当成就是一个正常的劳工 劳动力来看 那你不能怪他们 是谁把这一些的病毒带进来的 有可能是你 有可能是我 有可能是我们任何之间的每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一直在传达一个概念很好 我们不应该对任何人贴上标签 包括这些的性工作者在内 而且他们也的确的解决一些包括万华的老人 他们的情欲的问题 他们需要陪伴的需要 还有任何的人 这种性的需求包括这种陪伴亲密关系的需求 是无差别的 我们也不应该把任何人贴上标签 当我们以两根手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 有三根是指着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怪罪任何人的 我们应该要来正视这个问题 大家一起一起来面对 对好现在疫情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 那大家我觉得如果能够尽量避免去忍多的地方 还是尽量避免啦 那对先保护好自己 这样同时也是保护别人 对在疫情如此严峻的当下 如果真的有欲望的话 先稍微忍耐一下 然后如果未来性战区真的可以合法化 相信对未来可能防疫或者是 欲望没办法忍啦 我觉得要适当的找到出口 如果这欲望的话 没有办法疏解想要用什么方式 请来请教这个 素德科系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博士班的阿童 好不好 好没问题 交流一下 对如果大家对于你知道茶室阿宫店 或是相关你知道各种特殊行业的玩法 或者是好奇都可以询问我们的阿童哥 没错吧 最新消息说今天本土增加13例 今天增加25例本土增加13例 多数与茶室有关 真的成为防疫破口 刚才我在说的这整个地理的概念 包括万华这边 一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就来提出这个东西 我想现在也真的发生了 不过发生我们就面对吧 希望还可以亡羊补牢啦 对当然 对好今天非常感谢阿童哥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拜拜 by bwd6